火山造就的岛屿培育了丰富的屋中 猪龙草设下温柔的陷阱捕食昆虫 犀牛泡在水坑里享受泥浴 为身体降温 极乐鸟翩翩起舞吸引配偶 鹿屯摩拳擦掌到森林中寻找水源 狐狐吃下果实 又为树骨播种施肥 使贫瘠的海岛变得 嗯 匆匆 跟随人与自然探寻火山与岛屿的秘密 散落在大洋洲与亚洲之间的岛屿 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物种 美丽而奇异的动物在这里安家 在这些海岛上 鸟儿令火火山来扶软 鹿屯会打拳击 带鼠爬到了树上 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 地球的威力所造就的 这一派生机勃的景象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 在这一派生机勃的景象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 陀罗洲是一座古老的岛屿 岛上的大部分岩石在几千万年前就被抬升起来 由于没有新鲜的火山灰 这里的植物只有用极端的方法来获取养分 它们变成了石虫植物 这些植物的叶子发生了变异 这是它们设置的陷阱 当叶片张开后 中部的叶脉会继续向外延伸 龙草的分布中心 这里有三十多个种类 这个陷阱被称为捕虫龙 它们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 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它们分泌出蜜叶来引诱猎物 捕虫龙的形状像瓶子 光滑的边缘可以让猎物直接滑落其中 落入陷阱的昆虫 就会被捕虫龙里的消化液溶结 除了这种基本方法之外 还有一些猪龙草会用更为惊人的方式 获取它们需要的养分 有几种猪龙草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超出了捕虫的范围 这种猪龙草的捕虫龙后臂宽阔突出 可以反射小型蝙蝠的声纳信号 蝙蝠飞行了一夜之后 把这种瓶状叶片当成了理想的休息室 这样的瓶状叶片正好可以让蝙蝠待在里面 又不会滑进底部的消化液中 捕虫龙成了睡觉的好地方 既凉爽又没有寄生虫来打扰 对于蝙蝠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安排 但是猪龙草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只要等到夜幕降临之后才能知道 蝙蝠在晃动 它付出的代价是留下粪便 为这些植物提供从土壤中获取不到的养分 猪龙草变成了蝙蝠的厕所 这是在婆罗洲古老的土地上 自然界的生物适应生存的众多方式之一 散落在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这些岛屿 是地球上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里只有一点可以确定 地球的板块在不断飘移 可以使一切发生改变 为了生存 各种生命必须学会适应 并且要抓住机会 而一座全新岛屿的出现 带来的机遇是无与伦比的 数百万年以来 从海底火山喷出的岩浆 一直在不停地累积 新的疆土已经出现 并且有待开拓 哥雷物种要设法到达这里 最先到达这些岛屿的开拓者 自然是各种植物 草的种子随风飘荡 所以草是最先到达岛屿的植物之一 不过随风远行的 不仅仅是这些草种 蜘蛛幼虫吐出一条细长的丝 风吹动细丝 带着它四处飘荡 他们加入了一支无形的空中大军 随风而去 人们确信 每天都有数百万个蜘蛛幼虫 在这些小岛上登陆 另一些物种 则是从海上横渡过去 椰子的果实在广袤的大海上漂浮六个月之后 仍然可以发芽 椰子里的甜汁有助于幼苗 在赤道烈日的炙烤下 扎根生长 动物也在这片热带水域中游动 据悉在这些与大陆相隔几百公里的小岛上定居下来 流线型的身躯和扁平的尾巴 使它们能够在大海里轻松漫游 作为一种食府动物 不论它们在哪里登陆 都可以轻松地找到维持生存的食物 这些新生的岛屿 很快就被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各种生物所占据 一些动物却能把稀疏的树木变成了茂密的雨林 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的湖符提供了安身之地 湖符能够把新的生命带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时 湖符的树木叙地就会骚动起来 他们在黑夜里长途跋涉 飞过大海到大陆上去寻找果树 在黎明到来之际 这些湖符已经吃饱了果实 又回到了他们在岛上的安乐窝 这时果树的种子通过湖符的粪便被带到了岛上 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被带到这里 而且都自带肥料 在湖符符的帮助下 岛上的几棵树木变成了一片茂密的雨林 如今在这些新生岛屿上栖息的动物 已经与大陆的近亲隔绝 进化成了新的物种 由于长期远离大陆 地处澳大利亚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这些岛屿自成一堤 因为受到深水海峡的阻隔 这些岛屿既有别于大洋洲 也不同于亚洲 有的岛屿是火山爆发的产物 另一些岛屿是两个大陆相撞时形成的碎片 并且各自携带着本土生长的动物 哈马黑拉岛就是从新几内亚岛分裂开来的岛屿 被裹袭而来的动物在岛上的森林中安了家 它们远离大陆 已经漂泊了大约一千一百万年之久 在黎宁到来之前 这些雄性鸟儿会聚集在一起 这些是蕃宇极乐鸟 极乐鸟的空中表演是独一无二的 而它们半透明的羽毛正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目前人们对于这些奇特的动物仍然知之甚少 这样的表演就像是新几内亚极乐鸟的各种聚会和舞蹈的奇妙组合 它们让我们想起了羽毛绚丽翩翩起舞的鸟泥 可是在阳光下露出色彩鲜艳的胸脯 更像是擅长身体动作的种类 与大陆分离漂泊了数百万年之后 蕃宇极乐鸟也许是一种最不寻常的极乐鸟了 在与哈马黑拉岛相邻的苏拉威西岛 生活着一群更加奇异的漂流者 这是由澳大利亚与亚洲的部分结合而成的海岛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大陆上进化的各种动物 在这座岛上安了架 雨林深处的泉水为群奇特的演员搭建了一个舞台 苏拉威西岛的一些动物 从远古时代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当中真正的明星是胆小而又罕见的路臀 志岭村则 他准宗 弟子 ه 鹿屯 鹿屯是一種豬科動物 它們與亞洲大陸的近親 已經分離了兩千萬年之久 經歷了進化之後 鹿屯已經與其他豬科動物 大不相通 它們的幼崽身上沒有條紋 而且每次只能產仔一到兩隻 而不是一大窩 鹿屯成群截隊在森林中出沒 每天有幾十隻鹿屯來到這裡 這麼多的鹿屯前來飲水 這裡很快就變得擁擠不堪了 這讓當地的迷猴感到沮喪 這種場面已經相當奇特 但更奇特的是這些雄性鹿屯 它們的兩顆獠牙向上穿透口腔壁冒了出來 人們曾經以為雄性鹿屯在睡覺的時候 用獠牙把自己掛在樹枝上 這種猜測不無道理 它們的獠牙不是用來搏鬥的 雄性鹿屯之間發生爭鬥時 是通過拳擊來決定勝負的 這一次先讓你狂猴感到我 我才這麼有危險 就這麼有觀察 你趕快回來了 你怎麼看 這一次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會 這一次要讓你 送給你 你怎麼可以 在苏拉威西岛与亚洲大陆分离时 擅长拳击的鹿屯祖先就被隔离在岛上了 之后他们又与另一个岛屿发生了碰撞 那座岛上生长着一种动物 他们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是熊带雕 它和鹿屯一样被隔离在苏拉威西岛 大约有两千万年了 它的卷曲的尾巴就像另一只手 有助于它在树林中穿梭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熊带雕是一种有带类动物 它是从澳大利亚一路飘游而来的动物 不仅如此 除了从大洋洲和亚洲分裂的陆地之外 苏拉威西岛的动物中还加入了另一个地域的元素 苏拉威西岛的北部是火山爆发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 北部的雨林比靠近南部的雨林更加富饶 生活在苏拉威西岛的八种猕猴中 黑关猕猴的食物最为丰富多样 由于可食用的果实极其充裕 它们可以组成一个包括上百只成员的大家庭 共同生活在一起 如此多的猕猴在一起生活 相互交流是确保他们和睦相处的重要因素 每一个表情都在传达不同的信息 让同伴们知道他们的感受 无论是受到威胁还是受到刺激或是表示屈服 它们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合群的猕猴了 它们可以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互相梳理毛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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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被地球的原始力量所主宰的古老的动物王国 它的成员是来自不同大陆的漂流者 这些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历经数百万年强大的自然之力创造了地球上最丰富多样的生物棋息地 然而其他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 这些力量控制着与古老的地球截然不同的时间标 地方 毫无捅 香港人 riminal史上正库